妈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们新房子月底就专休好了 到时候我们上班 中午就可以去那边休息了 我有什么好消息 这房子弄不好 得罪人 得罪人 今天你大姑家的表妹来电话 想见咱家的房子住几年 说跟孩子陪读 她这个人现来从小就上班打得噼里啪啦响 那 那您怎么说的呀 我能怎么说 都是亲戚 我只能说等你们回来商量一下呗 妈 还好你没答应 我给婷婷辛辛苦苦买的新房 自己还没来得及住呢 一定是你表妹来了 我是招招不住 看你怎么说 行 我来 表妹 你来进来嘛 还带这么多东西 表哥 舅妈跟你说了借房子的是吧 小妇 来 坐 快来来 说了 说了 表妹 我跟你讲 我那房子是新装修的 还没来得及出位呢 哎呀 没事 表哥 你们城里人啊 身体娇贵 我们农村人啊 皮糙肉厚的 不怕 要是能省钱啊 那点假权 我帮你吸了都行 这事啊 我还得跟你表嫂相恋一下 毕竟啊 上面有她的名字 表哥 你还商量什么呀 你那房子空的也是空的 你什么时候把钥匙给我 我收拾一下 直接搬进去就行了 表妹 这个 不就住个两三年嘛 还犹豫什么 你要是真心把我当你妹啊 你这几天就把房子给收拾出来 我在外面租房带孩子 一天可要花不少钱呢 要是将来啊 孩子考上大学 少不了你们占官的 你看啊 我这房子啊 都借给你住了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小门 好啊 你说 我听说啊 妹夫最近提了一辆新车 你看 这农村的土路啊 被车伤害大还不说 还费油 你说是吧 是啊 你妹夫啊 爱惜得不得了 整天啊 用车衣包着 都舍不得开 是这样的 你表嫂啊 每天上下班啊 不是很方便 要么干脆这样 你把你们家的车啊 借给我们开几天 那怎么能行啊 我们家车啊 都是发七八万买的 都没怎么开 我都没有好好享受过 咋能外借呢 我说表妹 你家这七八万的车 你都不肯借别人用几天 那你怎么好意思 这跟别人接七八十万的房子 多几年呢 这人一样嘛 这网上不都说了 车和老婆数部外借 这你都不知道吗 是吗 那今天我给你加一样 车子老婆还有房子 盖部外借 你这怎么说话呢 别以为你租成你了不起啊 将来我孩子考上大学 有什么事别想来找我 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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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这一方 连亲戚都没得住了 妈 像这种没有底线的人 就算今天不翻脸 以后啊 也一定会翻脸的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 和你收拾到了梦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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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你好 我们店里有免费体验时间 洗口活动 你去体验一下 哦不用了 我还要去找工作呢 没关系的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没事没事 我来我来帮你 免费的吗 对对对对 对对 哎 这个 刚才拿服务 舒服吗 嗯 还好 一共三千二 你给三千就行了 不是说免费的吗 怎么是为了 免费的 你跟他说清楚吗 有啊 我刚刚问你要不要做精油按摩 你说要啊 问你要不要做植物氧化 你说能做的都给你做了 我是问清楚才给你做的哦 可是你们刚刚在外面 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们这些都是进口的 而且都是迷茫标价 那那六百块钱行不行 我身上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今天少一份你都别想出这个门 我身上只有一千多块钱 而且我还要出去找工作 没钱就不要学人家消费吗 滚 哎 啊 你怎么了 手足甘路过这里 随便过来看看 生意不错哦 还行 哎 那灯泡坏了 我刚好带了一个 要不要帮你换了 那肯定要啊 你去帮我换吧 灯泡给你弄好了 嘿 那谢谢帆东呢 哦 不用送你两千六就行 帆东你还真会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刚刚你换灯泡的时候 没说要修钱啊 我说为你要不要换 你说要 我又没说不收你钱 那一个灯泡也要不要这么多钱啊 我这个灯泡是私人地制的 密码不要这样 少一分都不行 帆东你这样说就不地道了 你也知道不地道 那你刚刚骗人家钱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自己不地道呢 我告诉你 第一 把你刚刚骗人家的钱 还给人家 不然的话 我就报庭 第二 我的眉面 只租给正经合华做生意的人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搬出去 我的眉面 不适合租给你这个人 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这不一切恐惧 我能找到他 唐唐 啊 房东来了 你这个月的房租到齐了 下个季度还要不要租 租啊 肯定租生意这么好 那行 下个季度开始啊 房租攒万 啊 怎么涨这么多 五家三攒嘛 这一条街啊 都攒了 又不是攒你这一家 嗯 那行吧 我打个电话给我baby 好 喂 baby啊 嗯 我房租到齐了 房东还给我涨了2万 嗯 一会你给我转2万块钱呗 嗯 谢谢亲爱的 那么大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可以啊 我跟你说房租攒1万 你直接给你男朋友多2万 这 顺手就赚1万 这赚钱的速度都比我还要快啊 糟糕 主人主人 来电话了 主人 哎老爸怎么了 啊 儿子 给我找2万块钱 咦 大把年纪了 又要2万块钱干嘛 最近 不是找了个老爸吗 他在小卖部房租要2万 你老办小卖部租金 你好你的 小韩 我 你不是告诉我你在加班吗 原来你是在跟他约会啊 要不是我送这次外卖 我真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小韩你听我解释放开我 我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了你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够你上大学 上完大学 你说要来大城市发展 好 我陪你 可你呢 你长得漂亮 你学历好 你机会多 可我呢 我想去马尔大夫旅游 你连个机票你都买不起 他能 你能吗 对 他是有钱 可他的钱 是你的吗 他有我为你付出的多吗 别给我丢人赶紧出去 小兄弟 等一下 小姑娘 你错过了一个人 你错过了一个把你当全世界的男人 人的一生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选择沧桑 也可以选择安张 但你选择沧桑的时候 一开始 肯定会很 但到最后 一定会很幸福 但你选择安张的时候 一开始一定会很幸福 但到最后 你一定会亲手赞送掉你的幸福 小兄弟 你记住了 当你太在意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迷失你自己 作为男人 一定要拿得起 放得下 啊 我这才反应过来 你这拐着我骂人啊 这里有你什么事啊 说谁样张呢 这里确实没有我什么事 但是我这个人有洁癖 秦总你看他 好了好了别说了 贵总 秦总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闲情雅致啊 你太过分了吧 秦总 他都这样说你了 你还傻站着 你怎么这样说话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我的反动 小兄弟 我曾经 也有你类伏的经历 但是 我选择了沧桑 我相信十年以后 你会因为他的离去 你感到庆幸 来 这是我的名片 你收好 我虽然给不了你去马尔大夫的机票 但是 我能给你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相信 只要你肯努力 你肯努力 就一定能强大自己 秦总 你放心 你公司的写字楼 我可以继续租给你 但是 我的为人 你也很清楚 这件事情 怎么处理 我相信 你肯定清楚 你差一步美满 就牵着手走散 差一步掉进 谁愿无法生怀 哎 梵东 你来了 小慧 他叫梵珠了 好的 来 你们一起坐一会儿 好 下个季度的梵珠 总共八千 好的 辉哥 如果你不着急的话 能不能陪我说回话 可以啊 我喜欢你 我有老婆了 我也很爱她 不可能 那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 那你 喜欢我什么呢 我喜欢你的成熟 喜欢你的稳重 喜欢你会关心人 特别有人情味 反正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你知道 以前的我 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不在乎啊 我只在乎现在的你 以前的我 就像你现在眼里的那些男人 学历不高 工作不顺 喜欢喝酒 还化脾气 还经常去夜总会 也不归宿 那你现在转变这么大 是因为她吗 对的 她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跟我在一起的 从来都没有跟我抱怨过 就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 陪伴我 鼓励我 那时候的我 还身体不好 她就每天晚上 给我熬中药喝 那个味道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懂了 好了 凡猪 你就转我微信吧 我就先走了 哎 慧哥 她漂亮吗 在我心中 她是最漂亮的 我只不准备不去走 人生这幸福之心 老婆 你说你把我变得那么优秀干嘛 我会变新的 好多人喜欢我 好多人喜欢我 你把我变得那么优秀 你却先走了 你把我变得那么优秀 留下我一个人 滚开 好笑 好笑 好笑